又传出校园游戏造成的意外事件 这是新北市一名八岁女童 在学校跟同学玩比利器的游戏 结果不慎因为失利不当 整个人往后倾后脑撞到地面 校方在联络簿上告知了情形 但是表示已经没有大碍 直到这女童回家三天之后 出现炉内出血紧急开灯 虽然救回了小命 不过由于这个血块是压迫到左脑 因此女童右眼现在被诊断出半盲状况 小学生常见的比利器游戏 在校园中相当盛行 但这是录影机拍到 新北市这名女童就是这样 手推手玩比利器 结果一个不小心 就被推到往后撞击地面 出现炉内出血 右眼被判断半盲 那一切女童就是在这边 跟同学一起玩比利器的游戏 只为疑似因为重心不稳 一不小心就跌在血泊上面 下雨地滑加上实力太重 让八岁女童后脑勺就这样 重重撞在地上 哭着跑回教室 女童家长认为 学校老师在关切之后 却没有仔细检查 校方轻判伤势 导致女童延误就医 联络簿上是写说 小孩子在学校 跟同学玩游戏跌倒受伤 就是跌倒 索性没有受伤 老师在问说 你觉得需不需要送健康东西 巧伯爷说不用 所以再加上外观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他的反应回答也都很正常 所以老师才想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但这个我们讲的可能我们判断上 可能也不是那么精准 校方轻呼没有做进一步处理 女童犯家三天后出现呕吐头痛症状 送医检查才惊觉又颅内出血 虽然开导保住小命 却因血块压迫左脑宣告半忙 他出血的部位刚好是视觉中心的地方 所以他左边的整夜受伤以后 他两个眼睛的右边的视野会有缺损的情形 他目前检查是一半都看不到 本来开心心的上学 却因为同学间吸尿造成意外 校方不够谨慎 错过黄金抢救时期 导致市民遗憾 记者黄金抢王冲为李佩萱 新北市场报道